大家可以先来帮我投票一下 让我知道说今天的新朋友有没有很多 OK就是帮我看一下 好那我们就先留前面一两分钟 先让看参与的人可以到右边的投票里面投一下 那因为我知道每一次的活动大概都会有一些新朋友来 那至少希望能提供一些东西让大家带的走 就是我们至少先在前面先尽量讲一些东西让大家先带的走 好那我现在我大概知道一下状况 我们大概留个一分钟 我们再一分钟这样子 然后看看会不会有新的朋友进来 好那我们主要使用的一个技术指标叫做市场轮廓 Market Profile这个指标 那这个指标是在fstrading.com 格伦外汇他们的antifold交易的平台里面有内建这个指标 你用其他券商可能不一定有 好那这个券商有特别有这样子 那推荐大家可以来使用一下 好那待会我也会讲一下这个指标的使用 好那就是可以到投票里面呢帮我投一下 好让我知道一下状况 OK 好OK 那如果有听过的朋友就再多听一下 没有听过的朋友呢就可以 待会可以这个稍微听一下 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东西的话 至少就听一下对你不是损失了 那后面讲比较复杂的东西可能可以在 你们可以再跳过 但至少前面比较简单的东西 是哎就是至少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哎好再看一下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来正式的开始了 那今天新朋友可能比较少一点点 那我可能就是会稍微讲的比较多深入一点 那没有关系 如果新朋友说哎呀会不会没有讲过 如果就听不懂应该不至于了 那就尽量可以这个跟上 你可以随时问问题 在这个聊天室里面随时都可以 把你的问题出来 那我们都可以来讨论 好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这个机构的意图 那我们怎么从这个控制点的测试 来看这个市场的走势 市场的走势这样子 好那我们大概可以来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事情是机构买卖方的成本 交易判断跟这个控制点的测试跟拒绝 好那格伦外汇是一个很有名的券商 那也历史悠久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fstrading.com上面来注册一下账户 那可以使用一下这样子 那我是他们里面的讲师 那我叫做瑞琪 那我自己的背景主要是做这种比较市场为结构 比较这种市场轮廓的交易分析这样子 那学术的底子比较扎实 所以就是可以跟大家来多聊一些这种比较有学理有用的东西 这样讲比较有用 好那我在fstrading.com已经讲了一系列的内容 那我在fstrading.com讲的东西都是有系列性的 有前后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听完今天的东西 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fstrading.com上面有这个我之前讲过的影片 那你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以前的一些内容 然后从前面开始来了解一下 我觉得不会是损失这样子 那今天我们先前面先介绍 主要是否一些新朋友 就说到底我今天在讲的东西是什么 好那我们今天主要会讲的一个技术指标 叫做这个市场轮廓 市场轮廓 那我会先介绍一下这个指标怎么使用 那大家可以怎么样来运用它 可以感觉一下 那详细的细节可以在参考我以前的影片 那我会先来简单的介绍 那fstrading.com它已经内建了这个市场轮廓指标在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自己用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用这样子 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荧幕 好等我一下 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荧幕 好那大家现在应该有看到我的画面 那我来整理一下 好那如果你今天下载一个MT4的这个平台 你基本上应该就是可以在右边这边开一个新的视窗出来 那什么叫做市场轮廓指标 市场轮廓指标就是我们叫做Market Profile Profil就有点像是轮廓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叫做一个侧鞋 一个侧鞋这样子 那在这边萤幕上面会有一个Market Profile指标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按着 把它往这边拖上来 放开来 然后就有一些设定 好那如果你现在什么都不懂 你就放了就确定就好 那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 我推荐你在这边的第四个参数 这边是放说你要看几天 你可以先放22天 好那我们就先看日线的 那这个指标你要放在什么样的时间尺度上面 你可以放在30分钟 30分钟就放上来 好那你放上来之后 这个指标是什么东西 你会看到这个指标会对每一天去累积出一个轮廓 轮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这个画面上这里 它有这个轮廓 OK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轮廓 OK这个轮廓这些东西 好那这些轮廓有什么用处 这些轮廓就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市场的机构 它的它的交易的价位大概在哪里 交易的价位在哪里 所以你会很神奇的发现 这些轮廓的高峰跟低峰处 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很重要的消息 然后那这些消息是你一般你在看其他的技术指标 你不容易观察出来的 所以你也可以搭配其他的技术指标 相辅相成互相搭配这样子 好那这个指标得到资讯是蛮独特的 蛮独特的这样子 那基本上你放这个指标上来之后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好那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把它这个高峰位置 这个高峰位置你会发现这个指标 它会把它标出来 所以你就把这高峰位置的地方 你就给它放一条一条的横线 然后你就从现在的时间往前放 然后把这个高峰的位置 你就把它放一放 然后这些它的高峰的位置 你就把它放一放 好放一放放一放放一放 然后你就把它的这个 这每个高峰的位置把它放一放 然后你在放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就是上下抖动一下 然后观察一下前面后面的东西 这样子好 但如果你今天是 已经开始在尝试做交易的人 那你放了这些这个直线出来 横线出来之后 你会很敏锐的会发现到一些 很有趣的事情 那这些事情就是你会发现说 好像怎么价格到了这些 我们放的这些线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特别的反应 像比如说你看 我们现在放这条线是在这个时间 对不对 我们是以这个时候的高峰来放 对不对 你看我们以这个时候的高峰来放 然后我们一放下去之后 你就发现什么事情 你就发现后面的走势 好像是到这条线的时候 就会做一个反应 做一个反应 就说好像会转弯的感觉 会转弯的感觉 对会转弯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现在这样子粗略的 这样大概听 你大概就知道说这个指标有个好处 就是说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一些什么 可能市场的一个转折点 可能发生的位置是在哪里 哪里这样子 那你说具体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会转折 你开始好奇了 对不对 就像是说你吃了一个很好吃的甜点 你就开始好奇说 说这个甜点是什么做的 对不对 那你这时候你就可以去看 我在fahtrading.com 他以前的一些这个影片 那我从最基础的部分 我就一路这样讲 然后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样子 那你也可以去找一下市场 不是市场上 网路上公开的资料 你会发现网路上公开资料其实很少 那你自己可能要学可能不太容易 那如果你找到你也可以去看 那我是知道其实蛮少 所以我蛮推荐你可以从我的影片来参考这样子 那也没有故意要推销什么 就是这很实在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 你找不到太多的学习资源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用 那这个技术指标几乎是很多机构人在用 那你会说我为什么要看机构 我不能自己研究一个特别的交易方法吗 当然也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说在外汇市场里面 交易的人通常是谁 交易的人通常都是市场的银行 或者大的保险机构 或大的金融机构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了解机构 为什么用这种工具在做交易的话 你就会错失掉很多讯息 对你就错失掉很多讯息这样子 好 那不知道新朋友听完我这样讲 你大概有没有一点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感觉 或者是放了这些线之后 你可以自己玩玩看 你可以自己下载下来玩玩看这样子 好那这大概就是我至少对新同学来说 就是说新朋友来说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介绍 好那因为时间不够 那你可以再自己玩玩看 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再提出来 再提出来这样子 你可以在聊天室提出来 你也可以在自己在研究之后 在下一次之后我们的讨论里面提出来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先回来这个这个这个继续讲 我们先回来一下继续讲 我看一下 好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新朋友有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的问题 好可以先提一下 好可能讲的粗糙了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就先简单让你有点感觉 好那基本上你可以在30分钟里面 你观察每天的轮廓 也就是说他把一天的价格去做一点计算 然后得到一个这个东西 你可以特别注意他的高峰位置 那如果你还没有概念 你就至少把高峰位置 你放一条线来观察这样子 那你也可以在4小时线上面来观察之后 一整周里面呢 他这个轮廓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搭配这个 这个请问是哪个技术指标英文的 这个market profile我打给你 这个在你可以 market profile 好market profile 你可以在里面来看一下 好那你可以适当的搭配这个ATR的指标 来观察 就是说因为ATR是什么 ATR是一个市场的波动性衡量的指标 所以ATR我们可以拿来衡量 就是说市场现在的一个波动的状况 这样子 在哪里下载跟看影片 影片你可以到fhn.com的网站上面 好那我看能不能帮大家节省时间 好直接找到连结 好这个 我看一下 好应该是有的 OK好来我丢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你就可以在这上面去往下去看一下 好就是每个后面都有一个观看重播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试着来看一下这样子 但是就算你现在没有概念 我也推荐你稍微也不要马上离开 那这也不是说我要留你 只是说就是你稍微在你没有很懂的情况下 你试着听我讲的东西 我觉得这对你也会很有帮助这样子 好那这部分还有一些细节 就是说你可以把蜡烛图关掉 那你若不知道怎么做那没有关系 那可以的话你可以把它关掉 然后呢只看市场的轮廓 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看市场的轮廓的时候呢 我们刻意把这个时间的效果把它降低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那么敏锐的去看说 是不是一直在涨一直在跌 我们故意有点像是想把时间的因素把它模糊掉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试着把蜡烛图把它关掉这样子 把它隐藏起来 或者改成折线 你就可以感觉说轮廓这样子演变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好那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来讲的是这个机构买卖方 机构买卖方 尤其是控制点的测试 控制点的测试 好今天的内容也不多 基本上我现在讲到现在 我的内容都会刻意放慢 因为我就不会会带这么多东西 因为我会想说带多一点实际的演练 给大家来做点观察 观察这样 好那我们现在来反思一下 就是说什么样的因素呢 会驱动价格往过去的控制点移动呢 好对不对 我们上次讲什么呢 这个高峰累积出来的这位置呢 我们叫做控制点 就是point of control for point of control 或叫POC 你如果听到一些专业的教育员 他们常常会讲 就是说POC1 POC2 就是说你的第一个控制点 第二个控制点这样子 好那什么因素会导致 价格在控制点之间移动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上完上一堂课 你知跟我知 对不对 我们现在心里都很清楚知道说 好市场碰到控制点会有反应 那我们当然就是围到控制点挂单 那我们干嘛要去管 这控制点之间的这个走势呢 对的那如果大家都跟我们想的一样的话 那价格就不会这个不会移动了 大家都在等这个价格到控制点 对不对 好那实际上不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逻辑 通常来说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短线通常会产生跟长线的共识呢 是来自于短期的竞价失败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可以这样想 市场的走势呢 这样上上下下 对不对 就是短线在不断的围绕着控制点 在对长线做竞价 OK 那长线就会对他多一个反应 比如说他现在往下 往下跌 就长线就拒绝地把它买上来 然后短线往下跌 再一次第二次竞价 对不对 然后又把它买上来 然后第三次跌 又再把它买上来 所以之后短线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短线就发现就是说 好像跌不下去了 对跌不下去了 那代表说什么 代表说长线现在的态度就是 他可能看多 或者他不能接受更低的价格 所以这时候短线会反方向 往另外一边去什么 尝试去竞价 尝试竞价 所以当短线会跟长线 他们的共识会靠拢的时候 通常都是什么 通常都短线被扒的时候 OK 短线没有被扒 短线就不会跟长线有共识 OK 所以他慢慢去理解 就是说市场上长线的反应 为什么呢 因为长线或者是机构 他的反应是比较被动 OK 他的反应是比较被动 被动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会主动的对市场做反应 所以这时候短线就只能 一直不断的来测 不断的来测 测试你之后 他才知道说原来你在想什么 他知道你在想什么之后 他才能更好的去 知道他要往哪边去竞价 往哪边去买卖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时候 短线就会把这个竞价失败 看成是什么 是一个反向的趋势的产生 也就是说 那是不是我就可以反手做多了 对 我是不是应该这时候做多 OK 你会发现很有趣 如果这边有老道的一些交易 朋友或者是一些老同学 教育菜鸟 你会发现 现在我的画面上画的这个走势 很多时候会产生在什么情况 会产生在很多的这种 震荡指标背离的时候 会发生这状况 所以很多人在看这个震荡指标 背离就是 这个背离是很重要的insight 很重要的观察 结果你没有发现 就是说你其实只是 落到跟这个短线的态度是一样的 就说你其实只是看到这个 怎么讲 就是你会看到一个震荡指标的背离 你就觉得现在是不是要反手了 对 就你一反手可能就会遇到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这样为什么 因为我讲过第一波 禁价通常是最容易失败的 所以说你如果看到背离马上做交易 你通常发现就交易不会太好 这样OK 那有些人可能想法也不一样了 那我只是给大家一点想法 就是很粗糙的想法 我也不一定是正确的 我这边讲很粗糙这样 好 那你会发现就是说 为什么他短线的禁价会很成功 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看一些背离的讯号的时候 就是好像很成功对不对 因为你可以这样子想 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讲过了 买方的成本跟卖方的成本 我们会假设是什么 假设在是现在价格的上面跟下面 OK 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机构的成本还很远 对不对 所以机构成本他并不急着反应 OK 他不急着对短线做反应 OK 所以短线就看到一个什么 看到一个这样 突破 就挡快加码进场 对不对 那机构也不急 机构不会反应 机构也不会挡你 你要进场你就进场 对机构 不会急着反应这样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时候 短线以为趋势产生 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OK 美丽的误会这样 也就是说 短线认为说 现在这是各种指标分析出来 是趋势开始反弹了 那可能就是一个什么 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美丽的误会 我不是说每一个趋势发生都是这样 但是我说在短线上面 或者是在比较小的时间尺度 尤其是在市场 在一个震荡的状况的时候 这种几率就非常非常高 这种几率就非常非常高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认为 一个反方向的一个震荡 也就是一个短线的趋势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一个被误会的情况 这样子 好 那这个误会的情况 就是帮助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帮助我们市场 可以在控制点之间来回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在还没有听过 这套理论之前 你在市场上做交易 你就是成为我们学过 这套理论的人 的一个活种 你帮助我们把价格推往下的控制点 我们在控制点上面做反应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在控制点中间做反应 那控制点中间谁来靠谁呢 就靠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往上了 那你去买进 价格就往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等你进来 对不对 OK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什么 我们就知道说控制点之间的一个 这个移动的过程呢 通常就是什么 通常就是短线在驱动这个过程 短线在驱动这个过程 那机构只是会被迫的出来回应什么 回应短线的意图 OK 回应短线的意图 那短线不一定是 一定就是我们这样讲的 好像说短线或者是散户 就是好像就是很可怜 或者说 这个 一直都会输钱 有时候长线会搭配短线一起去 往控制点去做测试 这个 这个的判断比较复杂 不过就他们会一起 团结力量大 然后去做控制点做测试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可能有一方机构他就会撤退 他会弃手那个控制点 他会弃手那个控制点 好 所以 这边大家就可以了解 就是说为什么他可以在控制点之间来回 因为通常来说就是短线 他在这个做这个竞价的过程 这样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 控制点的测试呢 有两种 一种是接受 一种是拒绝 OK 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 价格现在在这边 然后红线往上 对不对 然后测试控制点 然后价格开始往上 然后机构就会被迫的来回应这个测试 OK 那你说为什么机构会被迫测试呢 回应呢 那请去参考我前面的影片 我们有讲过 当价格往机构的成本价位来接近的时候 就是机构会一定被迫的需要去做一个反应 然后被迫做一个反应 那这个时候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控制点会接受这个价位 也就是说价格到这边的时候 机构就会什么呢 就说好 那我就接受 我就来买 我就来买 我就把我的部位去囤 对不对 如果你去看我的第一部影片 我就有讲过 对不对 就是可能因为机构前面已经清了一些部位了 所以现在回到这边 他会重新把他的部位再建立起来 所以他就开始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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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时卖方可能会觉得说 那我可以在这边开始买买买买买 那两个机构如果都有这样的想法 他们都平常已经习惯在控制点玩游戏 那这个时候价格就会在控制点什么呢 就在控制点这边就开始在这边 就是凉雇很大的买卖 就会在这边开始产生这样 然后开始买卖这样 就在控制点上下 去形成一个小小的尾巴 或小小的隆起 或者是小小的控制点这样子 好 那或者是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碰到控制点 一测试的时候就发生什么事情 就被拒绝了 就被拒绝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讲过 如果当价格接近控制点的时候 可能一边的机构就会开始什么 开始加仓 开始卖 对不对 开始卖 那如果我是买方 我预期卖方会在这个控制点做反应的话 我也会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什么 去做卖出 所以无论是机构的买方 还是机构的卖方 都会在碰到控制点的时候 去做一个共同反应 就是共同做sell 或共同做buy 所以就是机构的买卖方 会共同来修理什么 共同来修理短线 OK 所以这时候价格就会测试一下 就马上就什么 马上就往下这个什么 回到原本的控制点 也就是说呢 短线就是是不是要突破了 结果就啪 然后就被往下打这样子 OK 越是一个很高的这个往上 然后很高的往回反弹 就是越容易让短线的信心受挫 越容易让短线信心受挫 所以短线信心如果受挫之后呢 价格就越容易横盘 为什么呢 因为短线不愿意再提供什么 不愿意再提供控制点到控制点之间的什么 它的移动的动能 不愿意再提供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就是两种 一种就是接受 好一种就是什么 一种就是拒绝 好一种就拒绝 好那前面讲了两种 第一种是什么 好第一种是接受对不对 好很好对接受我们就知道 第二种是什么 拒绝然后碰到反弹也很好 我跟你讲在做市场交易里面 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 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说 你经过控制点没有反应 价格居然直接过去 你那个会很陡 你会非常非常陡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你不确定什么 你不确定这个控制点 现在是什么 现在到底是买卖方已经换手了 这控制点已经完成了 已经没有效果 还是说什么呢 还是说在这控制点 拥有买买的跟卖的 可能就什么 就不愿意再什么 不愿意再进场 不愿意再进场 就是他愿意等你再更高 然后再杀 这样子 这要小心 我先回答一下有人的问题 他说什么 在插入的技术指标里 没有找到 请问 好那我待会再回你 这个秀君 我待会再回你这个 这个使用的功能 再插入可能没有 好没关系 我待会回你 好我先继续讲 好 那所以如果价格直接过去的话 直接过去的话 就越来越越很可怕 很可怕这样子 好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条件了 那我们在今天这堂课也还不会讲到 这样子 就是还不容易讲到 好 好这个时候你都不晓得 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需要观察更多东西 才能确定 ok 也就是说两边的摩擦非常大 然后结果 居然市场都没有反应 好 短线都这么开心 好那就很可怕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可以先来看一下 大家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到这边有什么问题 好 然后看到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就可能就直接可以这个来看市场的走势 然后我我可以先先回答那个朋友的问题 那大家有问题可以先这个提出来 ok 我看一下 你在插入的基础指标里面哪里有呢 我看一下 好 你要在底下 那个最下面 indicator的最下面有个customer 就是客制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可能叫客制或者是自定义之类的 那你在自定义里面 你会观察到有一个这个market profile指标 好 ok 你可以试着找看看 好 在插入里面的这个技术指标里面看看 好 待会我也找给你看 好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这个提出来 好 有提出来 好 针对我刚讲的这个概念性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萤幕 好 那如果第一次听的朋友说有些问题也可以问 然后不用怕说 是不是问了什么蠢问题 好 没有 好 就是市场轮廓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说他没有太多既定的规则 所以说没有什么特别是蠢的问题 好 那ok 所以如果刚刚这个秀军有问到就是说 我没有怎么使用指标 你在左上角这个插入这边 你可以选择这个指标 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里面 你会看到这个有一个这个自定义 应该在最下面这一个自定义 可能是中文叫自定义或者是客制化 然后里面有一个这个market profile 在这边 好 我不确定他是中文还是英文 如果是中文的话 他应该叫市场轮廓 好 英文的话 他应该叫market profile 这样子 好 你就可以这样子把它插入 OK 觉得跳出来 OK 好 你可以试着自己玩玩看 好 好 那大家对刚刚讲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留个30秒 如果没问题 我们就来讲今天的这个 这个 你的没有吗 OK 你是不是很久以前有下载过 你可能可以再抓一次新的 因为如果是新的话可能才有 因为你如果是以前有装过 装过的话 还是说你这个也是新装的吗 好 你可能可以观察一下 你可能去他们那个FHM Trading.com的网站上面 再抓一个新的下来安装一下 没有这是demo版型的 OK 没有demo版应该也有 demo版应该也有 他应该不会有这个差别 好 你先试看看好不好 你再去官网再抓一个下载下来看看 我抓一个新的下载下来看看 如果还是一样的话 你可以联络一下这个FHM Trading.com的一些人 我问他们有没有办法怎么使用这个指标 应该是有 应该是有 如果还是有困难你可以 就是联络一下他们的那个客服 或者是什么 先问一下看看这样子 如果真的还是有困难的话 我们下一次上课你看要不要再跟我反应 我再来试看看这样子 可以吗 你还是先试着就是再抓一个新的下来看看 试看看 应该是有才对 应该是有 如果还是没有的话 你再跟我们反应一下好不好 好 可能是会不会是有什么设定的一些他们可能把他们设定的一些状况这样子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关系你就先稍微这个听我讲吧 好就是先稍微大家也先稍微就是听听我再继续这个讲一下好你就先感觉一下看我的操作这样子好好来我们先做什么事情呢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讲了控制点之后呢我每一堂课我都会复习我上一上一堂课讲的内容是正确的来我们上一堂课讲的事情是什么上一堂课讲的是2月17号2月17号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好2月17号大概是在哪里呢我们来观察一下 2月17号好应该是在这里吧对我印象中好像是在这里好这个红线这个位置然后这四条红线呢这四条红线是不是就是我上次上课放的我都没有改过OK我都没有改过OK这个这个平台就是我专门就是for这个用的好OK好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以上次上课来讲内容你看我们那时候在这边吗我那时候讲什么我那时候讲说呢他经过了三次竞价对不对三次竞价的失败好在这里好 比如说我们来观察一下来我那时候讲什么第一次竞价失败第二次竞价失败第三次竞价失败然后围绕在这控制点对不对我那时候说什么事情因为这个控制点压力很强然后前面的这个控制点也成为一个很强的压力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说这两边是一个很强的压力所以我那时候说什么事情我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在这边放sale对不对放sale好OK放sale如果波动有变大的话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可能会突破可能就要小心就放sale 然后大家就可以去检验我讲是不是对就检验我讲是对的就如一路如果你有参考我的想法的话你会发现就说如果你胆子够大你可能就会在这边会开到对不对但如果你胆子不够大的话你可能这边就不会开到不会开到这样我上次有讲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看如果我在这边放sale然后我要在这边做卖但是你可以想想看你敢不敢做这件事情你敢不敢在这边做卖然后你看你敢不敢在这个时候做卖你敢不敢在这个时候做卖你敢不敢在这个时候往上涨的时候 做卖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讲什么事情我那时候讲说你今天要当机构的交易员或者是你想要使用market profile成为一个很专业的交易员影响你最大的因素其实不是你懂不懂这东西是你在这个状态你敢不敢做卖因为你看如果我那时候说在这里做卖的时候你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敢卖那你就是优秀你就是优秀OK他说你不敢卖的话那就是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很强的往上对不对那你如果搞不好就这样突破了对不对而且你看波动有什么波动就是 前一天其实如果以我来讲我会认为波动是减小因为我看的是这样子但如果你看的是很小的让你感觉好像波动在变大那你可能就会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可能要突破对不对然后就很可怕对不对你就不敢在这边做sale这样OK所以使用market profile做交易不是逻辑问题很多时候就是你有没有更多的信心所以你说你有没有办法真的像我这样敢在这边做卖你当然经验没有那么老到你不敢对不对所以你可能不敢放在这个位置 你需要更多的指标做参考做辅助对不对那也很好那就是你需要做功课这样子OK好那OK就是这边简单来讲这样好那你随便可以看我们上礼拜放的什么放的控制点来这四条黄线都上礼拜放的控制不是上礼拜那个上一次讲课的放的控制点对不对来你看看这些控制点是不是产生实际的效果对不对来你看第一个控制点在这边来价格是碰到这边就是什么呢就是往上测试马上被拒绝狠狠的往下拒绝狠狠的往下拒绝 好那另外一个控制点第二行第二控制点在这边对不对好这个控制点是后面就成为什么成为了压力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价格往上碰到这边的时候就反弹往上碰到这边就反弹对不对好那第三条控制点在哪里第三条控制点是在这个位置然后控制点在这个位置好这控制点在什么时候开始产生拒绝力了也是在这边开始产生拒绝力对比较后面也开始产生拒绝力了对不对好所以连续三个控制点都陆续开始产生拒绝力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 OK你要特别小心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一个盘整的趋势对不对盘整的趋势如果盘整的趋势连续几个控制点都已经这么明目张胆让你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往下的拒绝那你就要特别小心就是什么就是价格很有可能很难再往上突破很难再往上突破很难你就要特别小心就说你这次要做buy你就要特别小心这样OK然后我还要讲什么你看我们这控制点在这对不对好这控制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支撑对不对你看价格往下到这边 没有碰到回来好那后来开始往下撤就还是没有碰到回来然后接下来碰到这边然后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就发生我今天讲的什么他接受了这个控制点所以是在这边开始形成什么形成一个这边开始接受对不对形成一个控制点对接受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又往上回来了所以等于说他接受一下之后也没有再往下成功的竞价后来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又在这边往上破洞这边然后在这边然后过来在这边好然后就算 就算市场上开始崩了对你看市场上就算开始崩了就算开始崩碰到控制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市场上会有点刹车会有点刹车对不对这就是我之前讲的就说如果就算有消息面快速的穿过控制点你也会发现什么你也会发现控制点这边会有一个像什么反弹的皮球一样这样子对不对反弹皮球这样子OK所以你发现他不会那么直接的过去就算是一个很直接的这样往下他也不会那么直接的过去OK他会在这边会是一个什么稍微震荡一下 所以当你知道控制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做buy的话你在这边你可以买然后你可以在这边结对不对那在这边你在这边买给你一点空间了对不对如果真的不行你还是会你就可以sale出场至少你不会买在什么点你不会买在这个就是你买之后就直接跌对不对你至少会买在一些位置就是说他至少不会马上什么不会马上直接这个这个往下就爆炸就往下就爆炸这种这种情况情况这样子好那你说我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观察说 说这控制点要准备被突破呢有的那在后面那就是后面的课程我们会讲这样子那这个到时候就我们可以来观察好所以你看这前面几次的控制点是不是你就可以如果我们那时候讲完你就可以来做一点这个做一点分析做一点判断这样子就可以帮助你在挂单的时候可以很有效的去挂在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对不对挂在比较好的地方好那所以这边就我们就看到有接受对对有拒绝有拒绝对对有拒绝上面的都在拒绝 上面都在拒绝上面都在拒绝对对拒绝然后下面的什么下面就接受对对下面就接受对接受这控制点接受控制点然后就下去了对好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稍微就是了解一下控制点的这个反应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控制点的测试跟拒绝好控制点测试跟拒绝好有问题可以先提出来然后一样就是一分钟好了一分钟 我们今天留下来讲的测试跟拒绝好我们今天留比较多时间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来看你有没有什么想看的标的这样子待会可以来来特别来讲这样子好留个30秒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可以可以问这样子好OK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我待会我会再接讲 如果有问题你就可以再打打上来我就再回这样子好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想看的标的好想看的标的想分析的标的好我的不是demo班但看找的基础标确定没有吗好 呃秀军你看你要不要再下载一次那个Mt4的平台或Mt5的平台Mt4对Mt4的平台好那你再下载一次这个你去你去格伦外汇的网站上再下载一次好再下载一次看看有没有 没有这样子因为新的应该是有我在想的会不会是比较久以前的软体这样子好因为这个东西不会自动更新不会自动更新所以你可能要装一个新的那基本上Mt4是可以装很多个所以你可以再下载一个再装一个新的没有问题这样好你可以先装一个玩玩看这样好那有人想看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那个瑞日好我们来看一下瑞日大家可以开始来喊的好我们现在还有半小时的时间 时间我们要好好的把这个控制点的使用呢把它来精通把它这个把它这个做熟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CHFJPY好好来你的步骤可以跟我一样 就是说我们首先先切到30分钟然后把它缩起来然后缩起来之后我们把这个市场能够指标放上来好放上来之后你可以切22天好好那22天为什么放22因为22天代表一个月一个月好就是一个月好那现在价格现在在这边那我们可以先观察几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先把它观想我们先来看市场的波动 市场的波动有几个重要指标可以观察首先呢你放ATR指标在这个30分钟或者是日线都可以好那如果你在30分钟你可以放14你可以放22都可以好那我的习惯是放14好在日线我会放22好那我们首先观察市场的波动变化首先呢我们可以发现波动现在在干嘛自从这个很大的这个波动之后呢市场的波动其实在变小那再看ATR指标呢我们有个特别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现在在日内的尺度看就是说你在30分钟一小时的尺度直接看我们尽量可以看这个高峰的位置跟低峰的位置如果高峰跟低峰位置都呈现一个下降趋势的话呢基本上代表现在的波动是在什么波动在缩小好波动在缩小是什么重点呢波动在缩小的重点就是说呢如果现在有两个控制点在这边他们的控制点之间呢可能很容易再生成第三个控制点也就是说因为波动在变小所以价格要移动在控制点之间来回 会变得比较不容易所以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控制点在中间或者说往前一个控制点移动的这个这个动能动能会比较弱一点点好动能会比较弱一点点好所以我们大概先注意到这件事情好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好那应该是打仗吧我猜了应该是123456应该是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好有人有问一个问题我待会来来问一下这待会待会来看好所以我们先继续看好那我们要先放一下这个瑞斯 瑞瑞朗跟日元的这个一样沿着控制点放好那今天我们先不要放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如果我们放我们会用到未来的资料啦那当然你也可以放现在也可以放那我们先看已经完成的轮廓然后呢放在来的时候呢我们稍微抖动一下好抖动一下那观察一下这个这条线经过哪些控制点那我们就把那些控制点呢当做是类似的然后同样的好所以你会看到这两个都类似的我们就把它当做同样的好那这三个都当做是类似的就同样的然后呢我们再看前一个 好前一个好前一个在这边好那下一个在这边OK然后再往前再往前是在哪里呢这里好然后再往前然后这个可能我把它当做是类似的接近的好那这可能有点太小我看一下在这里OK好然后再往前前面应该都太久了然后大概都有经过了吧我看一下好可能还 很勉强有一个是在这的好好勉强有一个是在这好对OK好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放了几个上来好所以你会发觉我一放上来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好但是因为我也前后都用到所以你可能没有那么那么办法确定那你应该可以确定下面的线应该都是比较旧的控制点对不对所以这些控制点可以提供我们现在市场的走势做一个判断好首先我们先来这个什么呢先来这个除值一下我们的信仰好就对控制点的信仰好来控制点 是不是很有效果对不对你看就很明显对不对来这段时间的控制点在市场在价格下面的时候控制点在这对不对来所以市场在移动一个大幅移动之后是回来的时候侧这边被拒绝然后再下来侧这边然后又被拒绝往上对不对上来之后往下侧这边来这边是什么时候控制点这边是这个前面的控制点OK同时也是这一天的这个比较高的高峰的位置所以这个就是共同的 所以你会发觉一测试控制点就会拒绝好就会拒绝好所以你就会发现控制点效果蛮有蛮有用 好那OK所以我们大概讲一下前面这些东西好我们大概现在看现在状况现在价格在往上对对往上突破 来现在市场上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历史上的控制点我们可以做参考没有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几乎可以这样想就是说呢现在的人在这边做买进呢卖给他的人都是谁卖给他的都是成本在这边的卖给他的对对 在这边买的人呢他们现在正在供应谁呢他们正在供应这些的想买的人OKOK所以这些人他现在正在这边买对不对好这边买对不对好所以也就是说呢 有没有上方有没有什么成本价位是可以值得我们参考的没有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价格如果越高 好这边买的人就更会在这边到货对不对那这边买的人现在才刚开始在买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力量是很少所以呢你像这种我们没有过去的控制点可以做参考的情况呢在这个时候你在这边头如果你要做买进你就要特别的小心你可能买在高点你可能买在高点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呢我现在要买会怎么样呢我不会在这边买我可能会等他回档之后再买我会等他回档之后再买好也就是我会等他回档之后再在看考虑之后再在在在在决定或者说我可能等今天轮廓 过行程之后呢我在考虑说沿着今天的轮廓呢我在怎么样做挂单反而是说我们现在可以考虑我们要不要卖我们要不要卖我们可以考虑怎么样做卖 但目前来说我们也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可以做参考因为上面也没有成本价位嘛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大家会怎么样来做参考这样子 所以讲了这么多有什么重点吗没有重点就说你现在这个状况呢因为他突破我们现在过去的控制点范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说机构的成本价位在这边做什么反应 所以对我们来说最佳解就是我们稍微等一下好那如果我们真的要看的话我们可以勉强参考什么位置呢勉强可以参考这个时候的这个这个这个时候的这个压力的位置好这个压力的位置呢我们可以合理猜测它应该是历史的控制点 可能是历史的控制点然后你看我把往前撸你就会看到说这控制点是一样这也是前面的高位对不对你看我们把前面往前拉也是前面的高位对不对对不起撸太前面了大概是这个时候的这个控制点所以大概是这个时候 好这个时候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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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的累积起来的后来在这边形成一个什么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压力好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就是说在这边可能任何一个位置我可能就做一个sell那可能到这边我就TP了好 好类似这样子那如果我要买的话呢我可能会考虑等今天结束我再考虑要不要做买进对我来说比较保险还是跟着什么呢跟着前面这些天的这些机构的成本价位做买所以对我来说我可能会考虑在这些位置去做买进好最佳价应该在这里如果我要再继续追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在这些位置买好ok所以你会发现市场轮廓也是有它的限制为什么呢因为当它超出那个我们现在翻新的价位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知道成本在哪个位置 但是你也可以反过来告诉自己就是说你适不适合在这时候去追高或杀低因为你可能很有可能就会落到短线的什么我那时候讲短线一直往上冲然后如入无人之境那就很可怕就很可怕这样子好那就可以思考一下这样子好那我来回答另外一个朋友的问题 他说什么呢他说ok好他问的问题问得很好他说原物料天然气啊糖这些每天波动不稳定的商品MP是否还有作用原物料基本上还有一点效果但是你讲的没错原物料可能会有一些季节性的效果原物料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样子就是说影响原物料价格的因素呢是在这个价格以外价格以外像譬如说大家常会要我分析黄金对不对但是黄金的价格呢就是跟美国 国的国债的这个殖利率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所以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影响这个价格的走势呢有一些因素是在这个价格外面我们看不到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要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要把这两个商品都打开譬如说我就要开这个譬如说我开天然气同时我要开这个油同时分析油跟天然气它之间的控制点的互动所以我要同时观察价格在这两个控制点之间的这个互相的反应这样子那这个难度就非常非常高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反应那还有像你讲的每天波动不稳定嘛对对所以MP是不是还是有作用基本上你可以这样子想在日线上面就是在每一天里面呢就是以GNT来算伦敦时间来算基本上都还算是有用都还是有用但是如果你看到日内的话呢效果可能就没有像外汇这么好没有像外汇这么好那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说天然气啊或者是糖这些东西可能还有一些就是额外的一些因素导致它影响所以这也不容易去在价格上面直接观察 但是如果你只是看日轮廓的话呢你还是勉强可以看啊好了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办法看我看一下我没有办法看我这边不知道有没有我这边我这边应该是有啦我可能要开一下我这边有gas吗我不知道有没有gas应该应该是有啊比如说小玉米啊玉米我也蛮喜欢的棉花我去年蛮喜欢的那我后来就没有再做好我们看这个好了我们看大豆好了好我们看大豆好那你还有问到卢布对不对 像这种就是有额外的因素影响对不对所以你就没办法参考使用因为我们当我们在使用market profile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假设是什么很重要假设就是我们认为机构是比较被动反应的然后我们考虑的都是比较是价格成本的概念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这是消息的影响让机构会主动的去做反应的时候呢我们这一套就会没有没有没有用就会失效这样子要失效但是你也可以反过来问有谁在这种情况下会是有用基本上很难基本上很难是有用的 所以所以你这种时候呢你就是尽量要小心然后要停顺出场这样子未来有机会我可以讲一下就是说在大坡动之后要怎么应对 你会发现在市场大坡动之后发生呢像譬如说这种情况大坡动发生之后呢市场都会坡动比较大一段时间大坡动之后市场都会在比较高的坡动一段时间大坡动之后市场都会在比较大坡动一段时间 才会坡动才会慢慢收敛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利用这个大坡动之后呢因为价格快速移动把很多单少掉了然后大家也不敢放放这些单放太紧密呢有时候可以有一些交易车就可以使用这样子但这比较复杂这样子好我来看一下我能不能看这个我们看个棉花好了好他可能要抓一下资料好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你看这个棉花价格就非常的恶心对不对 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好OK 来是不是有用呢我们来看一下就知道啦对不对来好沿着控制点放我们先不要放今天的我们先放这个昨天的好我们就依序来放 好依序来放一下对不对直接来看一下 如果他的坡动不是稳定的 他的问题会是什么他的问题会是他的控制点之间的间距不是很均匀 不是很均匀 当控制点的间距不是很均匀的时候你的停损停力的设定就会比较困难一点点 好比较困难一点点 好我们就可以把他放一放放一放 放一放 把他放一放 来把他放一放 好我们要再往前放吗 好应该是暂时先不用 好我们再放一个 在这里 好 那你自己看嘛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是有眼睛的人就是我们也没有故弄悬括 故弄选悬疑对不对 你可以自己看看就是我们放完你自己感觉价格在碰到这些 这个这个控制点价位的时候呢他没有做一些特别的反应 特别的反应这样子好那你可以特别 特别留意一下 如果你要看这种原物料 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讲 可能要再讲个七八堂课才有机会讲 就是我们要特别去看这个控制点形成的过程 控制点的形成 它的生命周期其实有八段 它其实有八段 就是控制点的形成 它其实会慢慢的就是慢慢形成起来 这样子 它其实有八段的这个生命周期 那你就会观察出来 就是说因为这种怎么讲 这种商品比较特殊 它可能在控制点还没形成的时候 就先做一个反应这样子 好 我可能讲了很多很莫名其妙的东西 听不懂没关系这样 好 那你就可以观察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就是说 在过去这段时间波动很大 对不对 因为市场在打仗 对不对 所以在前面这段时间还算是稳定 对不对 它让我们知道说在这段时间 棉花的这些机构 他们的可能的成本价位在哪些地方 对不对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成本价位 大概在多少 大概在120 125左右 125 123说错 123 124 都是一些整数关卡 然后124.5 大概是在这几个位置 对不对 这三个位置 然后你就发现说 好 那后来 后来市场波动很大之后 下去之后 开始要回来的时候 我们大概可以看 开始回来到我们的这几条线 能扫到的过程中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来你看 网上是经过第一个控制点 来是不是有点卡 是不是有点卡 你是看到有点卡 是不是有点卡 有没有有点卡 对不对 有点卡 然后穿过 然后穿过 好 那这边都穿过 这几个控制点 他都穿过了 直接穿过 直接穿过 然后往上 然后开始在上面形成控制点 然后开始在上面形成控制点 然后开始回来 然后波动开始什么 好像开始回来之后 开始看这些地方没有什么反应 来看到这边 碰到这边是反弹上来 然后碰到这边反弹上来 然后在这边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位置是什么 这个位置是这个时候的控制点 那这个控制点 它就产生拒绝力了 产生拒绝力 一碰到马上就往下拒绝 那代表说这控制点就很强的 这个拒绝力 然后再往下 然后直接往下 那像这个你就没办法控制 对对 它就直接往下 但它反弹之后回来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 你会发觉就是我们前面的控制点 这个位置 好 这个位置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检讨 检讨什么事情 为什么这个控制点这两个 好像没什么效果 我们就可以回来看 对对 我们就可以回来看说 这两个控制点到底是在哪个位置 你就会发现就说 这个控制点为什么效果比较强 因为你会发现 多数时候的价格是在这个位置 这两条控制点 是在后来这两个情况才发生 这两个情况才发生 所以你就可以来猜测 就是说 那代表这个时候买进的人 或卖出的人 可能已经消失了 所以这控制点已经没有效果 现在唯一有的 可能是成本还在这个位置 他还有在做反应 还有做反应 这也呼应我们在这边看到 对对 你看这边下来之后 这边有经过 这边有经过 所以这个控制点 这一条 第三条这个位置 它是有效果 这边有效果 网上拒绝有效果 对不对 这边有效果 然后这两条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 对不对 然后网上没有效果 反弹测试好像有 但后来就直接过去了 也没有效果 对不对 所以这个控制点 这个位置 就是有效果 所以如果你已经在前面 这边有判断之后 你就在这一天 你就可以知道说 OK 这控制点还有效果 所以你可以尝试在这边做sell 好 那你说 这个老师现在看到在这边 最后才放sell 那你也可以这样讲 我也是不能反驳你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里 下面这里 下面这里的这个位置 是在下面这里 所以的确某种程度 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它的转折 为什么在这边会停下来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转折 可以在这边判断 大概可以判断一件事情 因为是过夜 应该是过夜或者是隔周 我不确定 就是过夜或隔周 所以价格往上拉 要不然应该还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又再往下 到这个位置 往下到这里 好 那这里我们不确定 所以我们可能要再往回看 的确我们现在没办法判断这样子 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位置 但是勉强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说 这个是一个控制点 所以现在价格回到这边 好 如果你认为是一个downchain的话 你可以在这控制点上面放sell 这样子 好 如果他接下来碰到这边 再拒绝往下之后 你就可以在那边放sell 这样子 OK 好 大概是 所以你有发觉就是说 Market Profile 如果要用在原物料 这些东西上面 期货这上面 难度比较高 难度比较高 好 我其实有很多东西我想讲 但是我现在没有讲 没有讲 OK 就是因为 比较难 好 那我推荐新朋友 还是考虑先在这个外汇上面玩 然后外汇比较简单 如果外汇你都赚不到金融机构的钱的话 那我觉得原物料你会很辛苦这样子 好 那原物料还是可以用 但是他需要比较复杂的一些技巧 复杂的一些技巧 那除此之外 原物料我们也可以使用其他的指标 Market Profile是最基础的指标 那再上去有个叫Volume Profile 就是我们考虑成交量去做加权 好 那这个东西在原物料上面也比较 比较好使用 好 这些这个 这种农产品啊 这个软金属 硬金属这些东西上面 OK 好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子来 来来看 好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问题 然后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OK 好 这问题都问很好 OK 好 大概可以感觉一下我的回答 大概感觉一下我的回答 OK 像这种 就是价格很快速通过这些 控制点这些东西 它会使用到一个观念叫做价格发现 好 价格发现 好 这个价格发现也是我到后面我才会提到的东西 价格发现意思就是说 如果市场上价格波动很不均匀的时候 市场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观察 现在这个价位 是不是大家都是一个合适的一个价位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发现就说价格会倾向于去补什么 去补我们前面价格没有经过的地方 价格如果有经过的地方 你会发现价格就会快速通过 快速通过 价格就会快速通过 这就有点像打麻将 或者是玩扑克牌 就说你如果手上都有这个345的时候 你就可以预期大家在等什么 大家在等6等7等8 或大家在等1等2这样子 所以当价格到6 7 8的时候 价格就会卡 为什么 因为大家就开在那边去做交易 但如果你看到很多人在丢345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反应 为什么 因为你手上也是345 所以你就不会想要等 这个就很快就过去 很快就pass 很快就pass这样子 好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辟语 那给大家做点参考 好 那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好 其他的问题 OK 好 可以 如果有问题可以再问 我觉得不错 大家可以开始问比较难的问题 好 OK OK 好 后面的课程 好 OK 我们就来慢慢再来 慢慢来再讲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是交易的老手的话 或者是你是新手也没有关系 你会发觉这个指标很有趣 因为这个指标给你一个稳定的神经回馈 为什么呢 因为你使用其他的指标 你永远都会处在一种 似是而非的状态 这样 但是当你使用Market Profile 这个指标的时候 你会比较有一种 比较能清楚驾驭市场的感觉 但是你唯一的问题是什么 唯一的问题就是你敢不敢交易 唯一的问题就是敢不敢交易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再搭配其他指标来辅助你做交易 那慢慢的你已经越来越会做交易之后 越来越会有了解市场的走势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慢慢脱离这些其他的技术指标 好 单纯只需要看这个Market Profile的指标 好 那你就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这个交易员 好 你就会成为很优秀的交易员 这样 好 OK 那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 或者是大家有没有想看什么 想看什么 像这些线我就不要关掉了 我们就下个礼拜 又不是下个礼拜 我们下一次上课 再来 再来跟大家来这个验证一下 我讲的是对 好 OK 好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问题 或者是有没有想看什么标的 初学者如果你自己有在学一些交易的策略的话 你还是可以先用交易策略 你不要想说这个老师讲说一定要用控制点做交易 所以我就一定要放在控制点 你一开始心脏没有那么大壳这样 好 你没有那么大壳 你敢敢这样子放在那些控制点做交易 所以你一开始还是可以用自己的交易方法 但是你可以适当的参考控制点的位置 来帮助你放停顺点 来帮助你放这个停利点 对不对 当价格到控制点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你的这个停顺点把它收紧 把它收紧 对不对 就可以把它收紧 好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问题 出厂的依据是不是 好 我先简单讲 对新手来说 我会推荐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画图 画图这样子 就是画图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这样就是说 一个创造力的技巧 这样子说 一般我们在学画图的时候 我们都要去抓那个比例 对不对 你有看过人家拿个手指头拿个比 然后要量那个距离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要开始试着培养什么 培养你对市场走势的那个比例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我会推荐你 你可以考虑就是说在控制点之间 你可以试着自己分成两个等分 或是三个等分 分成四个等分 或者是三个等分 这样子 OK 所以就是说当你进场 假设然后举例 假设你现在有一个指标 告诉你在这边做Long 比如你在这边做Long 你在这边做一个买进 好 所以你买进 然后你撑过这段往下跌 你撑过去了 好 你这时候你正在想你的停顺点 你要怎么移动的时候 你就可以试着用这个控制点之间的距离 来帮助你去拉紧你的停顺点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停顺点往上拉 然后拉到这里 当价格超过到第二等分的时候 你就把停顺点拉到第三等分 然后当价格到最上面这个等分的时候 你就把停顺点再往上拉一个等分 这样子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控制点分成两个等分 或三个等分 去感受一下市场上的节奏 感受一下市场上的节奏 好就是对这个1 2 3 这个有点感觉这样 1 3 4 这样有点感觉这样 那如果你说我是TP 我要怎么办呢 好 比如说我现在假设我在这地方买进 好 那现在我要TP我要怎么做 好 如果我今天已经知道这个控制点坐在这边的话 我可能就可以把TP 比如说放在这边 对不对 或者是把TP放在这控制点 对不对 好 为什么 因为老师有讲过 价格碰到控制点很有可能会被拒绝 尤其是还没有经过的控制点 所以如果还没有经过控制点 像这个是一个很强的 那是蛮强的压力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把TP放在这个位置 好 所以当价格碰到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这个停立掉 这样子 好 所以TP的位置 你可以尽量压在控制点上面 或者是说什么 你可以在控制点上下 加一个小范围 好 比如说我们可以加个5个point 或者是减5个point 好 这样子 好 为什么我们要加5个point 或减5个point 因为价格在快到的时候就会被拒绝 所以有时候就是可能不会那么刚好碰到 不会那么刚好碰到 所以你就可以试着就是加一点范围 这样子 好 就是这样做 但我自己会比较推荐 新手 你就尽量不要使用TP TP你可以放很高的位置 然后那如果市场一个很大的震荡 你就出场 这样 你应该试着就是不断的把你的停顺点往上拉 然后不断的把你的获利锁住 这样子 然后把你的获利锁住 所以你应该要训练的是我刚讲 就是说你要训练的是在两个控制点中间 就是不断的往上移动 不断的往上移动你的停顺点 这样子 OK 但如果说我一定要放停顺点 或者是我刚进场 比如说我现在傻傻的 这个还没有听到这场课之前 你就做一个买进 买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要放停顺点 我要怎么放 好 那停顺点当然是可以放控制点 对不对 好 但是你不想要被控制点直接就出场的话 因为老师有讲过 控制点会被接受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往下的一点范围 比如说你一样可以切成三等分或四等分 好 你就放在这个位置 或者放在这个位置 停顺点放在这个位置 好 这样 那如果他不小心接受的话 那我搞不好也给我转环了余地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他直接拒绝 那也很好 他如果一拒绝的话 我可能就马上把停顺点往上 一拉到这个位置 好 因为我知道说这个控制点 现在有人拒绝 所以我就可以把停顺点往上拉 好 类似像这样子 OK 所以这些交易的技巧 就是很适合 就是说你现在不会写程式 然后你想要手动做交易 你想要练习 对不对 我常常讲说你做交易在练习 你到底在练习什么鬼 对不对 很多人都说 我就是多练习 认真学习交易 但你又没有练到经验 对不对 像我这个讲 就是你就练到经验 就是说 你会对那个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的位置 你会开始有一个感觉 你会对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 会有一个感觉 这样 你会说 我不想要四分之几 那没有关系 那有些专业的交易员 他们可能会用什么 他可能会有黄金比例 他可能会用什么 他可能会用卸行通道 他可能会用通道 那都可以 都可以 你就可以自己去浓缩 我自己会比较推荐 就是你可以考虑 就是说 初学者可以考虑 我用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来观察 这个就跟画图一样 因为你会慢慢对这个比例关系 你会越拿捏 越来越有感觉 OK 好 那大概是这样 好不好 那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 画下一个完美的 Ending 好 看大家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 好 我们还有一分钟 好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要准备结束了 好 没有问题也没有关系了 这是好 希望让今天能让大家觉得有所收获 有所帮助 那我们自从前三堂课开始之后 我们都开始在讲都是很实用的东西了 那学理的部分 大家如果还有点不太清楚 就回去看之前的这个影片 这样子好不好 就是说 那新朋友 我也推荐 你可以去看看我前面的影片 这样子 那 有问题都可以在下一次上课 再带来大家一起讨论 这样子 OK 好 那大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 那感谢大家的参与 好 那 OK 下次见 拜拜 拜拜